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0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昨天刚提到德国援助不给力,今天新消息就来了 根据德国政府最新的通报 德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辆猎豹高射坦克,使得总数达到15辆 此外,还有总数44辆携带武器的M113装甲与兵车中的11辆 这批援助中还包括皮卡车上的20个70毫米火箭发射器 配备2000枚导弹和激光目标照明 1592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255发155毫米火炮的乌尔卡努炮弹 60200发40毫米口径弹药桶 40台更新的反无人机装置 12辆维修和疏散车辆 30艇MG3机枪6台起重运输机 德国政府声明称 出于安全考虑 联邦政府在移交发生之前不会提供更多细节 包括交付方式和时间 虽然乌克兰一再抨击德国提供武器的不给力 前两天媒体更是指出 欧盟6个国家在整个7月份没有提供任何武器的消息 这6个国家里面肯定少不了德国 作为欧盟的领袖 北约国家中除了美国 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 这种挤牙膏式的提供武器 就以这点155毫米炮弹为例 估计都不够无军半天的消耗 聊胜于无霸了 德国如今在提供武器上的不给力 注定让支付欧盟大半费用的德国 在未来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 它作为欧盟领袖的地位也必将被削弱 东欧国家为了自保只能更亲近英美 或者结成新的军事联盟 而更加的疏远法德 匈牙利最近也英朗起来了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匈牙利英式战斗机 现在作为北约的任务的一部分 首位波罗的海领控 周四早上它拦截了一架俄罗斯的1276 匈牙利国防部长宣布 匈牙利战斗机由于一件身份不明的飞机 而在清晨紧急起飞 根据国际程序 成功拦截并确定了一架 在波罗的海上空向南飞行的 俄罗斯1276飞机 拦截后英式战斗机 平安返回立陶宛的空军基地 据报道 自2022年8月1日起的4个月内 由近80名士兵和4架英式战斗机 组成的匈牙利武装部队将在北约的主持下 与德国捷克共和国和意大利一起 执行保护波罗的海国家领控的任务 波罗的海如今已成北约内海 俄罗斯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前天咱们视频里报道过 俄罗斯向加利宁格勒地区的 七卡洛夫斯克机场 部署了带有匕首导弹的米格31战斗机 显然是为了加强 这个与立陶宛和波兰 接壤的飞低的防御能力 但无可否认的是 骆驼背上又压伸了一根稻草 心心念念想要弄一个出海口的彼得大帝 假如知道今天这些事 估计会气得从坟墓里跳起来 但这又能怪谁呢 明明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地事件8月20日 俄战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市长 拉兹沃扎耶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该市的黑海舰队司令部 现场有浓烟和爆炸声 拉兹沃扎耶夫表示 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上网 他还呼吁该市市民一个小时内不要出门 根据俄方以往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说法 包括莫斯科号潜水艇和萨基空军基地 最终都证明伤亡是很惨重的 咱们稍微来梳理一下 前一天塞瓦斯托布尔附近的 贝尔贝克军用机场也发生爆炸 此外8月18日 东克里米亚的克池市也发生了爆炸 俄建在的克里米亚大桥就是从这里开始 8月19日 西克里米亚 耶夫帕托里亚也发生了爆炸 同时西克里米亚的萨基基地再度发生爆炸 再加上8月9日 萨基军用机场大爆炸 8月16日 战科伊大爆炸 这次大爆炸导致一个俄弹药库储存地起火 还破坏了阿朵弗斯克车站铁路 据乌军战略通讯部报告说 俄罗斯人在阿朵弗斯克火车站地区卸下军事装备和弹药 而俄防空导弹系统就在战科伊附近的机场一带 所以乌军的袭击都是精准针对军事目标的 从7月31日俄海军节当天 俄舰队总部就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而塞瓦斯托布尔和克里米亚停止了轻重活动 据统计 7月31日 8月9日 8月16日 8月18日 再加上这一次 在三周内被视为俄军大后方的克里米亚 已经有五天被袭击 一共九例十次爆炸 平均四天一轮袭击 两天一次爆炸 不知道那位俄罗斯的前总统 前总理 前总统前总理 梅德韦杰夫所说的 在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将迎来末日 到今天又该做何感想 19日 一位西方官员表示 本月早些时候 在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的爆炸 导致俄黑海舰队 一半以上的海军航空战机 无法使用 这位官员表示 黑海舰队的功能远不止 只是偶尔进行导弹袭击的海岸防御舰队 他威胁对奥德萨进行两栖攻击的企图受到了阻碍 BBC翻析称 这种表达方式通常指的是英国情报机构官员 咱们都知道 开战之后 英国对战场的情报翻析 一直被认为比俄乌双方翻析的更为客观 五角大陆官员对萨基空军基地的爆炸事件称 我没有对最近袭击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特别是在机场 但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更加脆弱的整体情况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为了保护他们脆弱战地而行动 这位五角大陆官员称 俄国人在战场上完全没有进展 而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是 虽然18日晚上的袭击没有造成俄罗斯大规模的伤害 但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而这些地方俄军基地被扎的消息 都是由俄地方行政官员发布 很明显有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对比整日处于战火联名的乌克兰人自信能赶跑侵略者 且绝不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妥协的态度 俄罗斯人的这种惊慌失措 少有风吹草动就从克里米亚跑路 确实让人沉默结舌 原来侵略者远比被侵略者更加的恐惧不安 战况方面 双方依然在战线的各个方向保持对峙状态 控制线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目前前线交火出动的地面部队也很少 咱们简单来看一下 塞福尔斯克俄军主要攻击了伊万诺达里夫卡和维米卡两处的乌军阵地 双方交战时间持续也不长 巴赫莫特方向主要战斗地点是科德马和北扎伊彩夫 俄军称已经占领了北扎伊彩夫部分地区 科德马方向的进攻被乌军击退 断念茨克方向 俄军在控制皮斯基之后并没有继续向前推进 而是对乌军的另外两个战地发起炮击 同时马林卡方向双方武装力量继续用迫击炮对轰 赫尔松尼古拉伊夫方向 赫尔松方向的俄军昨天夜间发动了一波反击 一路人马从赫尔松西面向乌军控制的 亚历山达里夫卡战地反击 另一路向卢佐瓦方向的乌军战地进攻 这两处的进攻均被乌军所击退 前线指挥官判断 俄军的这一次进攻是试探性进攻 并没有投入重型的装备 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继续向乌军战地实施远程火力打击 接面基伊夫卡的乌军指挥官报告说 俄军出动两辆坦克20多人 试图打一波试探性的进攻 在遭到乌军反击后撤退 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昨天俄军从四个方向对乌军战地发动了一波进攻 战斗持续了大概两小时左右 俄军撤退 乌军南方行动司令部报告称 当地时间8月19日 乌克兰空军11次袭击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战地 乌军还抛击了该地区的俄军 炸死17名俄军 并摧毁了一个雷达系统 四辆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车辆 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 乌军在8月19日击退了俄军的所有建攻 并迫使俄军向几个方向撤退 包括克拉玛托尔斯克 巴赫木特斯拉维扬斯克和断涅茨克州的皮斯基 此外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还摧毁了6个俄防空系统 乌军最新评估称 俄入侵部队士气低落 由于不断推迟轮换日期和发新承诺的欺骗行为 导致占领者拒绝参加敌对行动 英国国防情报局称 过去一周乌俄前线领土控制只有微小变化 俄军仅在端巴斯取得了很小的进展 在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毫无进展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稍后咱们再会